1号后面 现在拿着健保卡到医院看病 荷包又更紧了 因为今年起健保费率提高到5.17% 虽然目标两年不调 但部分负担费用恐怕也要调涨了 健保接二连三涨价 民众怎么看 那你健保没有涨 现在健保不是太亏了吗 对啊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了 因为现在经济不景气嘛 大家收入都不太好 所以说政府应该考虑一下人民的感受 为了避免健保破产 现在传出药品负担费用 要取消百元以下药费 跟慢兼免药品部分负担 要加收40到200元 而检验检查则依照不同医院层级 收费50到200元 急诊收费也搭配不同层级分类 调高50到250元 希望落实使用者付费 也减轻每年高达800亿的药费支出 民众根本不知道说到底要开什么药 做什么样的检查 因此与其从病人端下手 不如从落实云端药力 然后加强药品跟疗程给付管理 贸然就调整部分负担 可能会让有些慢性病患者 因此没有正常服药 不只调整部分负担费用 旅外国人海外停付保制度也要改变 除了取消出国停保 如果除期退保回台涉及 必须等六个月或补缴出国期间保费 才能付保 要让负担公平避免浪费 过往其实也有很多 以加质量的一个手段 但是其实就是成效 其实都是很短期 甚至是可能不是这么的彰显的 所以我们认为 其实还是应该要针对 真的会导致医疗浪费的 这样的一个问题 来对症下药 银监团体认为 使用者付费很合理 但医疗浪费是健保漏洞根本问题 如何改善避免 才是改革成功的关键 欢迎新闻送君与陈丽婷 台北报道